大家好 今天这堂课呢 要来跟各位分享的是这条胜利 因为你看它就像一个V 耶 胜利 那这条是六谷 六条线 六线边 这条是八线边 那六线边呢 我们需要用到的线材是100公分六条 八线边呢 要120公分八条 那每一种的边法 它的边法是相同 但是线条的用数 线条数不一样而已 所以它的宽度会对等的是不一样 那今天示范呢 是用六线来边 比较快速 好 那六线呢 我们的线设一定是两设两设 每一组是两条线 每一组是两条线 那我现在先排射线 我故意用三个颜色 不同颜色 所以第一个是绿色 绿色在正中央 接下来我下一条呢 我想要这个浅绿色 所以呢 它就变成是在 正中央绿色的左边 好 看得清楚哈 好 绿色是正中央 再来是淡绿在左右 好 再来是浅 浅绿也在左右 所以呢 色线排列很重要 我先给各位 我先排给各位看一下哈 好 长度没有关系 小差是无所谓的 大差就调一下 看到射线了吗 射线 很清楚哈 我们的射线就是这样子 六条 射线 那对等的 我们都知道哈 之前老师讲过了 就是这样子的对齐法 10公分 长一点没关系 短一点也没关系 习惯就好 喜欢就好 因为每个人喜欢的那个线色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这边要对齐哦 这个线是真的不能跑 一跑你的整个是偏掉的 好 回归正面了哦 回归正面可以看得清楚哈 好 我刚刚有提到 深绿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把它放正中央 我这样拆开 看得很清楚吧 色线的排列 那这每一个颜色 就是一个V字形所要用到的 好 那我们这一个有个口诀哈 就是中心一 然后左斜二 右斜二 口诀 中心一 左斜二 右斜二 是谁去做边都无所谓 好 我现在先做右斜 全部三个右斜 好 右斜哦 如果你对右斜 左斜不是很熟的哈 就请去追一下影片 透过影片去把左斜跟右斜拉回来 好 右斜 好 右斜完了对不对 那我们右边的 右边的已经搞定了 现在用左边的 左边就是左斜 好 左斜哦 左边左斜哦 上去稍微拉一下 因为哈 他左斜右斜在分线的时候 很容易会偏 所以一定要稍微拉他一下 好 那其实这个V字形就出来了 可以各位先看一下 我们刚才编出来的 就是中心一截 然后左 左二 右二 好 再来呢 一样口诀又回复到我们原本的口诀 中心 中一 中先一个 中心一个 好 那左二 右二哈 所以我现在中心打了 我先打左边也行 先打右边也行 一个人喜好 无所谓 但是线条要顺下来 不可以给我跳线 先前有发现人跳线 所以千万不能跳线 好 那 右边编好了 换左边 一样哦 左斜哦 那左斜我说过了 左斜会 这个节要稍微拉一下 让他平整度比较够 好 再来 左斜 好 再来换下一个颜色 中心这一个 不管四股八股都一样 不管是六股还是八股都一样 都同样是要用这种方式去编它 好 我等一下把这一个颜色全部编完 我们就来看三个颜色都走一次之后 它的色调 好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编出来的状况是这样 有没有 一个V字形 但是我们是反过来编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编中间的那一个 中间那两条线 我们又回到刚才第一组的生率了 我现在总共来编到的是 我们射线里面的第二套 一个轮回 一个循环就是三个射线都编完了嘛 那我现在是在编第三个射线的第二条线 我们总共会有三组射线 好 我等一下把它编完 这一个第二组射线的调整之后 就是这样的延伸 那我们先前有讲到说我们在编的过程中 记得长度大概15公分就好 所有的不足之处可以用我绑带来做弹性调整 不要超过15公分 因为太长的话 那个作品绑起来的效果很差 所以呢 有会有跟各位讲到说 我们的板子在这个位置在做15公分 有没有15公分的记号性 就是说当你整条编下编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差不多了 不要再继续编下去 因为过长都不是好事 尤其是手腕比较纤细的同学 就会觉得编起来 那个幸运带不太合适自己 所以还是以自己的手腕长 OK我现在编完了三组射线了 各位可以看得到 编完三组射线有没有 这是这样子的V字形的线条法 好那我现在呢先来偷个工 这个是我今天准备 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作品的编法 那我呢预先有编了一条 当然射线位置是不一样的啦 我预先编了一条 OK那我把尾段是用三接编 所以呢各位可以编 可以看得到 我实际上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长度而已 并没有过长 那一样我们把它对折 收尾 我先跟各位讲收尾的部分 对折夹起来 好一样是三谷边哦 三谷边就是把你的射线分为三等份 好三等份哦 然后就这样编起来 那我们有提到过说 当你编结的时候啊 你的左右是要对称的 这是三谷边 就是我们平常编辫子 小女生 帮小女生编辫子的时候 我们都是这样子编的哦 编出来的一个辫子法 所以这叫三谷边 然后好 长度对位 OK我们现在要把它打个结 来不行对不对 慢慢调慢慢调下来 调到它的位置 两个都要同时有拉哦 好就对位了嘛 没再往下一点好 那往下说 顺便拉紧 因为差不多了 已经到达它的临界点了 OK 那我们剪线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就有提到说 是可以这样子对等 然后呢把它剪掉 OK 好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 这是六谷边 它就完成了 这是六线边 六线边的胜利 OK 那如果你要编八谷也可以哦 你要编八线的 八线的也行 然后你可以 各位可以看到作品 这是两个颜色的顺序是叠着的 就是浅蓝两条 黑色两条 浅蓝两条 黑色两条 然后这是一条一条的 跟我们这个是一样 就是等于是它是双色线而已 然后这是三色线 那你要用三色双色 依个人的配色习惯去使用 没有限制 好 那今天呢 这是胜利的幸运带编织法 跟这堂课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下课了 下课了 下诶 下词